这个就是你三个工作表 你如果要做 其实做一次就好 你不要做三次 那怎么样做一次 特别注意 请你先选国 按shift的键 再选英文 这样就三个一起选 为什么要三个一起选 因为做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做三次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的日常值比要扣掉 最小的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先什么 先给它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先用什么呢 先用上函数 上函数的话就加总 直接打一个 或者打这个加总 那上函数的话 就是会把什么呢 把三 这个边有五个 五个都把它加总起来 确定之后 但是我要扣掉最小的 那扣掉最小的话呢 是用减 减哪一个呢 减mini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这边 再按一下 第二次使用函数 请你用前面的箭头 其他的话 你找到mini 打一个mini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要扣掉最小的 那你 他会问你说 你的范围在哪里 就这个范围 请你帮我扣掉最小的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就把它处理 四次成绩 不过呢 要先怎么样 先刮糊之后 才能够再处理 所以请你先把它外面 再一个小刮糊 除以四 按打勾 这样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日常直比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先把它上之后 再mini 再刮糊除以四 这就是答案 那日常考察的话呢 日常考察就是平均 所以你直接在这边 按一个平均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码平均 那平均的话 这两个平均就可以了 按一个打勾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出来了 那学习成绩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公式 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 等于 现在一个等于 等于这一个 乘上 这一个 加上 这一个 乘上 这一个 那你的手其实就是 直接就放在那个 就是左手是在键盘上 右手是在滑鼠上 这样 这一个 乘 这一个 加上 这一个 乘 这一个 加 这个 乘 这一个 加 这个 乘 这一个 这样就可以了 了解意思了 乘了之后再加 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上面第五列的地方是 等一下填满的时候 不能够增加 所以你要怎样 把它锁定起来 只要看到五的地方 把它按F4 只要看到五的地方 把它F4 五的地方 把它按F4 那这样的话呢 做完毕之后 你的学习成绩就做出来了 所以逢五就把它按一个F4 F4 按打勾之后的话呢 就做往下填满 OK 那填满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就一次 全部都做完了 你会把一次就做完了 对不对 再来把这个成绩 怎么样呢 把它选取起来 国文的按右键 复制 再到这边呢 把它贴上 不过特别注意呢 你不要用直接贴上 要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贴上的话呢 只有什么呢 这边把范围 这边放的东西 选一下 编辑选择性贴上 他会问你说呢 你要贴上的是什么资料 再一次 这个范围 Ctrl C 把它复制 或者右键复制一下 在这里的话呢 把它贴上 直接用选择性贴上里面 只有什么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呢 要贴上的时候 跟前面有联动的话 这边有什么 连结 了解意思吧 贴上连结的话 他下一次 如果说我 哦 国文成绩 这个成绩第三次 改错应该是80分 不是60分 它变69 对不对 如果你切换过来 你会办 这边也是69 也会连动 所以特别注意 那数学也是一样 把这个范围 把它复制起来 Ctrl C 然后再到这个统计 这边把它怎么样 贴上去 请你用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再到英文 把这个成绩 复制起来 再到这边 选择性贴上 编辑 贴上连结 总分的话呢 很好 直接就加总一下 按打勾 往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 那名次的部分的话 就是要用那个Rank函数 这个Rank函数的话呢 也是不会很困难 如果你前面没有讲过 你要用的话 Rank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呢 它会有三个参数 要我们填写 第一个参数就是 请问一下 你的成绩是几分啊 告诉他 第二个Ref就是 你这个reference 就是你要参考的范围 是哪里呢 就是你们全班的成绩 的范围在哪里啊 你就给他 你的成绩 大家的成绩 Oder是说呢 如果0或省略是递减 其他就是1 为递增 那应该递增还是递减 总分应该是越来越什么 高分在上面嘛 低分在下面 所以应该是什么 递减嘛 对不对 越来越少嘛 分数高的在上面 分数低的在下面 所以递减的话呢 就是0 所以你输入0或省略都可以 按一个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后之前 请你把这个参考范围 把它按怎么样 按F4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我会向下填满嘛 你如果向下填满 那这个范围会跑掉啊 所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往下填满 那名次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第一名230分 第二名 就这个 这个方法非常快速 就可以排出名次来了 什么 OK 好 试试看好了 特别注意 这个rank元素 可能第一次使用 比较容易做错 就是 第一个是你的成绩 你的成绩 第二个是什么呢 大家的成绩 你的成绩 就这个 第二个是大家的成绩 就这个范围 那记得 大家的这个地方 要把它锁定起来 好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先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